畢業生居然回來跟我說 老師我真的路上發現很多可以做DFC的主題 我們當時為什麼沒有想到 當這個東西已經內化到它本 變成它本能了 覺得他跟我講這個的時候 我當下是一個感動 我會害怕 但是我也是要不斷告訴自己 其實失敗的環心 而且就算我把一些project沒有帶得非常好 我覺得反過的回來 我覺得也給自己一個安慰 就是我並不是一個失敗的老師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的角色跟學生 有一點像是教練 但同時也共同在學習 傳統角色老師就是老師教學生的學 那接觸到DFC的一個歷程 過程到時候有沒有發現 我會覺得這個關係會慢慢變成一個 共學和伴的關係 以前的話可能會 因為我們都習慣標準答案 所以以前的話 如果是覺得 這一定不可能 我就會很快跟他講說 其實這不太可能 剛開始的我就會驚訝 小朋友說這個不行 我就會很直接拒絕它 然後小孩就跟我說為什麼不行 自己檢討了很多 我整個想說 我當時居然把小朋友整個說不行 其實我現在想到就會有點難過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是不行 但是現在的話 我會稍微領對回家 讓他繼續想 讓他繼續把他自己想表達的部分 然後去領導他 去把他的想法再加持下去 在每次課堂裡面 會給我很多意外的收穫 所以其實我超愛跟小孩討論 小孩當他們聚在一起想討論的時候 我超喜歡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進度都會妥到 是因為 我很喜歡跟他們聊那些 有的沒有的 因為你說聊的有的沒有的東西 也沒關係 我們再把主題拉回來 有時候增進我們一些思考 其實我們原本沒有想過的 就像小孩的視野 他們有一組四個人 四個小孩看到的東西 跟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 自然而來的教學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承認是可以多教給他一些什麼東西 對 可是在從事DFC的一個歷程當中 你會發現 孩子們去發現問題 有很多問題是 雖然客人的問題大 它其實很重要 可是我似乎可以不要去 叫換一個角色來看 孩子們自己看的那個世界 而去引起我再去心思 我又是怎麼樣去 去看待孩子們的方式 如何去看待世界 其實你就給小孩一個環境 給一個刺激 他們會去改變自己 因為小孩的渴塑性真的很大 勇敢的好 但他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不要去符合別人的期待 不用去覺得做什麼 才會主題的掌聲 因為最重要的是你在這個世界 對 不是別人告訴你 什麼時候好 你才去做 你可以去選擇你想要做的 我沒有逼迫你 你要去做不想要做的事 他們想到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追著老師說 老師我們什麼時候要去 老師我們什麼時候要去做 所以他們學東西 自然就出來了 因為那個是他想要做的 今天這個主題是我想要改變的 而不是老師想改變的 印象最深刻就是 當時我帶那個合作社那一組 他們要去改變合作社賣的東西 然後他們覺得不可能 校長怎麼可能同意我們 合作社賣珍珠奶茶 怎麼可能賣那種東西 不可能 然後校長怎麼可能理我們 他們前面一大堆不可能 然後到最後我們整個 把整個DFC做完之後 雖然我們失敗了 他們居然跟我說 老師失敗沒關係啊 但是我們至少經歷過這個歷程 我們居然去跟校長開會耶 我們居然提計畫方案給校長耶 而且合作社理事也來了耶 他們第一次這麼正式的 提出自己的案子 然後跟大人去協商 他們其實也覺得非常期待 幫我們總共有這個機會 去跟組論上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感覺像是有被重視 會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小二人生 像我那個學習單什麼 其實我都不會丟 其實我都會跳 像他們上次白板那個 白板討論 他們是討論主題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沒有想要 然後把他們抹液掉 因為小孩也很容易失憶 他會忘記我當時講的什麼 因為課堂上一下子就過去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留著 他有一天我們怎麼做完 我們再回頭去檢視 他們會發現到 哇 我當時其實很厲害 每一個故事其實 到現在我看起來 我都覺得還蠻真心的 因為畢竟都是自己跟孩子 來走過的那個地勢這樣子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感應就是 透過設計師寶 或是透過院子寶 可以感到孩子 他的角色會更重要 你在進行這項目的 都不會遇到的事情 到底是為了他們的自己 還是真的是為了他們未來 未來的一些生活去做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小孩 在這過程當中 學會了溝通表達能力 學會了系統性指考能力 因為108課章 他其實就在希望是 小朋友是學習到 未來會用到的能力 而不是學 完全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BFC並不是 額外再去做事件事 而是拿一個學校的 課程表演去做一些東西 畢業生居然回來跟我說 老師我真的路上發現很多 可以做DFC的主題 我們當時為什麼沒有想到 當這個東西 已經內化到他本能 變成他本能了 他居然是本能去發現到 社會上或生活上 或是他一路上做捷運過來的 可以很多東西 可以我們動手去解決的 他居然已經內化到這個地步了 我覺得這個是 整個課堂當中 帶給小朋友最重要的 做事件事 做事件事 是可以做的